你喜欢吃吃到饱吗 给你连续一个月睡醒就吃感觉如何 问问这只海豹 它很懂 英国东南爱塞克斯附近的淡水湖里面 来了一只海豹 专家表示这只海豹很可能是沿着河流 朔西而上 一不小心就困在湖里面出去了 常理而言 海豹通常都在海里面活动 现在麻烦很大 偏偏这座湖已经乘租给厂商 让钓客垂钓柚 现在还是近于期 湖里面就有鲤鱼小白鱼鱼跟鰻鱼 英国媒体形容海豹就像是走进了皇家超市的货架里 小孩子才选择海豹全都要 泥土海豹吃得这么爽 干脆就待了下来 一个月来 当地政府跟救援团体下水抓豹 却抓得束手无策 还看着海豹在五英亩大的湖中吃饱睡睡饱吃 美女统计 海豹已经吃掉价值超过11万台币的鱼货 而且损失还在扩大当中 短时间看起来让它继续吃豹了 想看更多按赞加分享